鄉親 如果繼續來看 臺灣衛生這個政黨的 台北市長候選人 蘇煩迪 在那面子來打文章 暗日 政 國七國民 方勝國 透過市議員 介入到台北市長 蘇煩迪又說 當市長 如果動選市長 方勝國 就是第下市長 國民黨的市議員 持下心 再去接觸的政議 鄉親國 到歐洲的民兵門來密閉 民進黨的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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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帝政是來強調說 選舉應該減視的是好選人本人 國民黨臨於黨團 拜扮民進黨 莫得約束我覺得 點名前 國七國民 鄉親國 和歐洲的關係很好 就是民進黨的重獵 此舉完市場 心門這期 鄉親國和歐洲密會 裡面這個參加民進黨 台北市長候選人 當市長的 競選行程 這句說若是當市長選 鄉親國會變成第下市長 請問郎 陳國 林秉文是跟你談了什麼 你們有沒有介入到所謂的檢警 或是整個政府的提醒 國車顧問很多 每一個國車顧問都來當 我們的地下市長 這也不可能 台灣衛星 台北市長候選人所犯的 也在面前指控說 警察在新冠要拜託他 黑道有洗錢的官司也會去找他 台北市政府如果要聽 起一盤 無需外出 有議員跟台北市長 國民提到事後 還說沒辦法這是我們台高台 晚上是黃昇龔 後選人才是大家檢驗的關鍵 那另外一個我們更關心 就是現在這個人還在做什麼 黃昇龔開槍 哪有說中醫每度度高倍 也比喻現在拿35年前 年輕時的事在在消費 這真的是有失這個計 雖然已經到最後期 當下黃昇龔北京 所以變成在公宏的焦點